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Weekly Post,我是弗丽莎 下面让我们来看以色列的最新消息 周三晚些时候出现一段视频 视频内容是在最近的战斗中 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结果火箭弹并未击中以色列 而是落回了加沙境内 以色列国防军在其最新更新中说到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 恐怖分子已经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领土 发射了大约4070枚火箭 其中大约610枚发射失败落在了加沙地带 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的拦截率约为90% 以色列国防军在过去24小时内 提供了以下的最新情况 以色列国防军战斗机 袭击了巴特哈嫩的哈马斯恐怖隧道 以及甲巴利亚的两个地下火箭筒 这两个火箭筒被用来向特拉维夫发射火箭弹 此外 以色列国防军一架战斗机 袭击了哈马斯恐怖组织 用于作战管理的一个军事行动室 不久前 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架战斗机 也击中了位于加沙地带 汉尤尼斯的哈马斯恐怖组织的 一个多管火箭炮发射场 阻止恐怖分子向以色列开火 在过去24小时内 以色列国防军战斗机袭击了数十个额外的地下恐怖目标 这是正在进行的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 打击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地铁隧道系统 对哈马斯的地下网络造成了重大的破坏 此时 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斗机正在继续打击地下恐怖目标 快马加鞭的攻击恐怖组织的作战基础设施 目前已知已经击垮一个哈马斯武器制造设施和几个火箭发射场 此外 以色列国防军还袭击了加沙地带哈马斯官员住所内的军事基础设施 昨天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本周从黎巴嫩发射了一枚火箭弹 以色列对此进行了炮击 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在一份声明中说道 黎巴嫩向以色列领土发射了4枚火箭弹 铁穹防御系统截获了其中一个 其余的很可能落在了空旷地区 作为回应 以色列国防军的大炮正在打击黎巴嫩境内的一些恐怖目标 以色列时报报道 这是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期间 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第三次火箭袭击 所幸这些袭击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黎巴嫩媒体报道说 火箭弹是从黎巴嫩提尔市附近的一个村庄发射的 该村距离以色列北部海岸约有25英里 以色列国防军上周晚些时候打死了一名黎巴嫩男子 而此人是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恐怖组织真主党的一员 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 伊朗军队本周对以色列也发动了无人机攻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上午在会见一名德国高级官员后透露 一架装载炸药的无人机向以色列开火 而这一架无人机来自伊朗 我在讨论我们在讨论中说 当我们在各方面的争论 这种反应的反应是伊朗 伊朗不仅是完全支持伊朗的伊朗 而给他们所有的资金 他们也给予哈马斯和希斯巴勒 他们也给予了这些组织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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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织与这些织与这些织业 伊朗 sent an armed drone to Israel from Iraq or from Syria Iranian forces launched an armed drone which our forces intercepted on the border between Israel and Jordan 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晚发表声明说 内阁批准了无条件双边停火的建议 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 停火将于当地时间凌晨两点开始 左派现在不仅仅是要把批判种族理论放在学校中 强制灌输给学生种族之间的差异性 从而产生真正的种族歧视 这样的种族理论和种族正义也即将出现在医学界中 美国最大的医师专业协会 美国医学协会AMA 上周公布了他们的种族公正和促进健康公平的组织战略计划 这份86页的文件概述了实施反种族主义的三年计划 包括在医学界如何具体推行批判种族理论 该计划推动对所有医学实习生和工作人员 进行强制性的反种族和公平明确的培训 而该组织也并不提倡精英管理 他们认为在历史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人群和少数民族 会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管理者全部都是精英 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不应该取决于他的能力和优点 让优秀的人去做管理做领导 那么那些不那么优秀的人就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这样是故意剥夺整个社区繁荣所需要的最重要的资源 所以医学院就采取了引人注目的平权政策 在这个政策下 医学院可以录取更多的黑人申请者 尽管他们在入学考试中的分数普遍都低于白人和亚洲人 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对美国医学会的数据调查 2015到2016年 MCAT分数在24到26分之间 GPA在3.2到3.39之间 如果这个成绩放在白人的身上 只有8%可以进入医学院 但是同样的成绩放在黑人身上 就有超过56%获得了入学资格 如果MCAT分数在27到29分之间 GPA在3.4到3.59之间 那么一个白人就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医生 但是同样的成绩 却有80%以上的黑人被录取 这是左派号召的平等吗 医学院培养的都是治病救人的医生 都是在紧急状况出现时奋战在一线的医生 都是在人生命垂危时提供紧急医疗的医生 降低这些救命职业的录取标准 可想而知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世界的标准已经在飞速的变化 学校录取的标准再也不是成绩 而是肤色 而对于性别的标准也在渐渐模糊起来 在以前人们闻所未闻的是一件接一件的发生 歌手Demi Lovato周二宣布 他正式将自己的代词改为 并宣布他是非二元制的性别 非二元制的意思是 不按照生理上的两种性别特征来定义性别 将自己定义为non-binary 非二元制性别的人 可能有但是不限于以下的性别认同 他可以同时又是男人也是女人 或者是在两种性别之间互相流动 比如一三五是男人 二四六是女人 星期天是双性 或者是两者皆无 认定自己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 还或者是自己没有办法定义自己的性别等等 在这一位明星的身上 他认为自己是在两种性别之间互相流动的类型 I want to take this moment to share something very personal with you over the past year and a half I've been doing some healing and self-reflective work and through this work I've had the revelation that I identify as non-binary with that said I'll officially be changing my pronouns to they them I feel that this best represents the fluidity I feel in my gender expression and allows me to feel most authentic and true to the person I both know I am and still am discovering Alok is an author, performer and an important voice within the non-binary community and beyond their work to create visibility equality and understanding has inspired me on my healing journey We'll discuss identity at large but also take the time to personally reflect on how I came into my truth so that we like many others are able to live our lives authentically 在性别和性相方面 有些搞不清楚的 不仅仅是Demi Lovato 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女演员 Anna Paquin 也在2012年公开承认自己是双性恋 而LGBTQ群体都有一个统一的想法 就是我认为的事实才是事实 I had to speak my truth and tell the world Hey, my truth isn't going to be what you want it to be anymore I'm here to tell you that I'm going to live mine no matter what you think of it because it feels right to me and I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where like I felt right and grounded and centered in this way so no matter how many people tell me complete abstinence is the way to go or we want your long hair or you gotta be with a guy like no matter what you guys tell me I'm going to do what feels right to me 原来这个世界现在对事实的定义有很多种不同的意思 推特上周封锁了西班牙政治家Francisco Jose Contreras的账号12个小时 理由是他散播仇恨言论 他到底散播了什么仇恨言论呢 起因是他在推特上评论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内容说的是一个女人变性成了男人 然后怀孕生了一个孩子 宣布自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听起来很复杂 但是其实就是一个女人生孩子之后 坚定的认为他是孩子的父亲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男人 这一位被推特封锁的西班牙政治家在这一篇文章下面评论 男人不能怀孕 之后就被推特封锁了12个小时 理由就是他散播仇恨言论 在推特被解封之后 他解释到被推特删除的评论是这样写的 男人不能怀孕 男人没有子宫或者是卵子 你可以看到现在这已经是法西斯生物学了 下次我要试一试2加2等于4 世界现在已经不允许说实话 哪怕你说男人不能生孩子 这么基础的常识也会被认为是散播仇恨言论 而这种风气不仅仅是在社会上愈演愈烈 在教会里面也悄悄的开始有了苗头 上周为大家报道过北加州的变性主教和伊利诺伊州的变装皇后牧师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瑞典教会 本周瑞典教会给他们国家的LGBTQ社区写了一封信 信的标题是至变性人的私人信 是由四位神父联合写的 我们是从一个跨性别的教会给您写信 教会是由人组成的 而人与人都是不同的 我们有教师 雇员 教堂管理员 当选代表 非引力组织和其他教区的居民 他们都将自己定义为跨性别者 因此教堂也是由变性人组成的 教会也是跨性别的 信中还说到排斥变性人的女权主义者 就是激进的右翼基督教团体和右翼民粹主义者 这封信由将近一千名牧师 执事和教会中的成员签署 在信的最后说到 无论你遇到什么 无论别人说什么 没有人能够夺走你的性别认同和人格尊严 上帝爱你 他爱的是你原本的样子 我们相信教会和上帝的爱是超越权力 国界 种族 性取向 性别和性别认同的 一个拥有彩虹所有颜色的人类的多样性 是绝对奇妙和无限的 我们是不同的 这很好 上帝认为这样很好 首先 彩虹是神和人类之间立的约定 并不是上帝给LGBTQ人群的标志 超世纪9章11到13节说 我与你们立约 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 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神说 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 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 我把红放在云彩中 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这是神给我们美好的约定 也是时刻提醒我们要以挪亚时代的近况为界 他们在信中有一句话说的没错 上帝爱你 他爱的是我们原本的样子 以赛亚书43章7节说道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以弗所书1章4节说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加拉太书6章15节说 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我们看到很多教会现在都在追赶世界的潮流和时髦 不教导真理 反而包容纵容罪恶 以弗所书2章1到5节说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靠着神能够战胜肉体和私欲 不再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事实不是我自己以为的 也不是我的肉体喜欢的 事实就是神的律法 事实就是耶稣基督有丰富的怜悯 只要我们愿意改变 他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事实就是 我们认识神之后 我们就愿意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 活在神的心意中 愿意被神制作成为圣洁的庆明 让我们一起精行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继续传扬神纯正的福音 真正的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让他们得到喂养 明白神的真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一起守望祷告 兼顾在神的话语里 愿神祝福您 我是弗里莎 我们明天再见